哈喽 宝子们啊 今天给你们讲个悲伤的故事 哎呀 谈恋爱这事啊 它一般都不太让人省心的 有一对男女啊 两人大约同学 也是大学临近毕业谈恋爱 这姑娘父母啊 家常比较好 在事业待会工作 南方父母是农村家庭啊 这个爹妈都是在城里无工的 这姑娘一开始就在看不上南方家庭嘛 毕竟相对于她来说啊 反正比较差的 感情当中啊 这条件比较好的一方啊 这批几度大一点 平常呢 这姑娘就比较作道 好在这男友的脾气比较能忍啊 一直对让着她 毕业之后啊 男方去了社会上工作 这女方就继续读书啊 考上了研究生 当然大家千别猜啊 上岸第一届啊 先斩一中人 这事啊不是这么发展的 刚工作那两年啊 哎呀 这个创业嘛 压力比较大 男方吃了不少苦啊 这一直都失败 两人呢 这不谈了有三年的时候 男友就提出来想带这姑娘回家让父母见见啊 但是被这姑娘给拒绝了 理由是啊 这个姑娘的父母啊 觉得男方的家里条件太差了 你看没有车房 而且学历啊 也不如这女方高啊 也不门当户对啊 但这姑娘呢 当时也没有提出分手 让男友啊就想办法多挣钱嘛 买了房之后再见父母 研究生毕业之后 女方就去了事业单位工作啊 这个姑娘就进了社会之后啊 她就心态就发生变化了 因为接触一些圈子啊 就越发觉得不太甘心啊 尤其是自己周边的这个女同事啊 嫁都很好啊 越想越觉得 哎呀 自己是事业单位的啊 硕士学历 家庭条件也不差呀 怎么就不能找个门当户对的男朋友 哎呀 于是越想越生气啊 这脾气啊 她也是越来越闹 男友呢 也是觉得自己啊 并不优秀 给不了女友啊 想要的生活 哎呀 处处也是忍着让着啊 前年的时候 这两人都28岁快30了嘛啊 男友就提出来想要跟她结婚 被女友啊 这个以家里人不同意 直接给拒绝了 你说分吧啊 这个女友她也不分 说习惯了男友在身边 其实啊 是她背后也去相亲啊 没有遇到条件好的还喜欢的 这说结吧 女友也不结 态度也很一般啊 平常呢 也比较作闹一点 就这样 两人就这么一直谈着 去年的时候啊 这个男友就开始转运啊 好几个项目 同时开始盈利 而且是越赚越多 这最多的时候 一年啊 都能达几百个 这姑娘一看啊 立马跟男友提出来 要领证结婚 哎呀 反转啊 总是有反转的啊 男友却以工作必要忙 给拒绝了 把女友给气了呀 而且在年底啊 这个男友跟这个姑娘 齐了分手 转身就跟一位25岁年轻 又漂亮的妹子相亲成功了 谈了恋爱 把这个姑娘给气得够呛啊 哎呀 她就跟我说呀 自己现在已经30岁了 屈相亲啊 她遇到的男士 条件是一位不如一位啊 想来想去 还是自己男友好啊 她就特别委屈啊 觉得自己啊 是在男友最困难的时候 陪着她的 还谈了八年呀 青春都没有了 现在条件好了 却把自己给踹了 越想越是不甘心啊 问我有没有机会啊 想要去挽回她男友 拜托你们要搞清楚啊 事情发展到今天 本质问题在哪里好吧 你们先自问一下 你真的有好好爱她吗 你现在不甘心 只是自己沉默成本太大了 谈了八年 你都30岁了 原本看不上了 她突然有本事了 还能找到一个 比你还年轻漂亮的 当年她提结婚的时候 你干嘛去了 但凡之前任何一个时刻 你想结婚啊 估计她对 屁颠屁颠乐的不行了吧 你还不是一边享受她的好 一边盯了她这只股票呀 是涨还是跌 万一她跌了 估计你比任何人都要庆幸 好在老子没买 现在她涨了 开盘了 后悔了 想分钱了 当初没下注 你约谁呢 你自个还在骑驴着马 中间还不努力 脾气不好 又作又闹 爱情就是愿赌付出 你得面临这样的风险呢 你问我挽回啊 我觉得这事根本就挽回不了 一段感情啊 其实不怕两人谈了多久 父母都不待见 条件相差有多大 最怕的就是你在感情当中啊 消耗她的情绪 又作又闹 而外面正好有人 可以满足她的情绪 又温柔又体贴 她有条件了 有本事了 新以来的又是一些 年轻又漂亮又善解人意的 让这个男人突然之间觉得呀 原来这个世界上 是有女人愿意给我提供情绪价值 而不消耗我的情绪的 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使得你们的感情啊 岌岌可悲 你现在可以啊 用责任绑架她 谈了八年了 你竟然把我给甩了 但是你要清楚的是 就算今天你可以挽回 看在这八年的感情上 好她跟你谈恋爱 又继续下去 她最终出轨的概率 也是非常大的 毕竟很现实的一点啊 以前你作的时候 她只能忍 现在你作 她心里很清楚 她有条件了 她可以不用再忍你了 人性就是这个样子 你怨不得别人 看准了没压住啊 开盘这事啊 你得认 我会不会再忍你了 我会不会再忍你了